民眾發揮愛心捐款給公益團體 卻淪為詐騙集團的下手目標 刑事局指出截至8月16號 至少有35個公益團體受害 他們的捐款系統委託的都是同一間廠商 王阮 駭客入侵竊取個資後 再打電話給捐款人進行詐騙 愛心捐款人容易對自稱是社福單位的來電 降低戒心 進而受騙 不少民眾因此停止捐款 捐款人要提高警戒留意詐騙之外 公益團體也呼籲警政單位重視自然問題 積極偵辦 避免再有民眾受害 大海新聞張泰林 李明華 台北報導 泰國的疫情